新闻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就是 位在泰山穷子湖的山顶公园 现在已经成为了当地民众跟银法族朋友们 休闲散步的最佳场所 不过因为公园年久失修 公园里面的木头座椅螺丝松脱 民众只要一不小心做到损坏的椅子 后果可以说是不堪设想 因此当地的民众特别拜托了 送民众议员服务处前往会堪 结果如何我们要带您一起来看看 泰山穷仔湖的山顶公园 已经成为了当地民众和银法族 每天休闲散步的最佳场所 但是公园里面的座椅因为年久失修 木头座椅流失松锁 一旦一个不小心做到损坏的座椅 那个后果不堪设想 恐怕造成民众危险 我们先洗一些衣服 给他备手的朋友 在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有一个休闲 在这个地方 希望有关单位可以来 大家来关心 来安心一个好的环境 让大家备心 大家可以来这里运动 受民众议员服务处得知消息之后 立即到现场办理会刊 进行全面检视 并要求大幅整修 还给民众一个安全无虑的休憩空间 每天早上都有很多泰山来的 还有新装来的 无故来的来这边爬山运动的非常多 那有就会长跟我们议员反映说 这椅子已经很久了 都坏掉了 那希望说我们议员来争取 来把它全部来更新 那议员非常重视会长的意见 那我非常感谢我们新北市政府知事长 非常重视这个议题 今天派了我们区公所来会刊 那希望未来能够把这椅子 全部来更新 让我们登山的民众 一个舒服 私座的空间 那公所今天有什么答复吗 公所今天我们进来办会刊 来看看 会把那些旧的会来更新 预定在年底前 会来把它私座完成 泰山区公所功课表示 这次会刊后 会先将资料整理 相信数将山顶公园 危急安全的损坏座椅进行更换 避免民众再次受到伤害 永江乐新闻 泰山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